大胖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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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本人长得比较高大 把那个蛇孩子弄成 胖 我自己就是招 我自己就是大胖孩子 可以打假 大胖孩子来十串一八十串主公男 十串一八 大家的店叫大胖孩子烧丝黄菜 猪红嘴和猪尾巴的围方独一尖吧 你看最多的是猪尾巴和猪鼻子 一个人得吃三个猪尾巴 两个猪鼻子 非常的筋道 入味特别好吃 鼻子上还有那个青骨啊 像磕肉糖一样 全宫的烧烤看锦州 大胖孩子烧烤 赛锦州 大胖孩子 下 不敌 紧张 我叫周琪 今年33岁 未婚 为什么要强调未婚 没有结婚吗 单身狗 我这店缺老板娘 下一步老板娘 咱们这个店做到现在呢 也七年了 赚干钱 专门给我打下手 看着你要的尾巴和猪鼻子 给人干净可可 父亲呢主要就是上个菜 做个服务 谢谢 我母亲呢主要就是点菜 收银 你看点了这个猪鼻子 猪鼻巴 这是必须点的 外边有很多家有那种靠猪鼻巴 但是就是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爬甲手 手磕就这么断 基本上就是等定了 招牌嘛 也不敢说是招牌 主要做的好的东西就是 猪尾巴 猪鼻子 烧毛主要是因为猪尾巴上的毛 它不加工的话上面有很多的小毛 对口感不好 烧到洗一层薄薄的皮 现在就可以洗一下了 哎呀 太爽了 咱现在就开始卤制猪鼻子和猪尾巴 这个猪鼻子和猪尾巴 因为它卤的时间不一样 都要分开卤 煮了三次以后 我们都会加一个料包进去 更加味道 再提香 咱这个卤料包里有 凉姜 橘皮 甘草 白芷 十多种料 捞出来切片 串串 就可以烤制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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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下来了吧 我烤的猪尾巴 吃一次的话就锁住它的胃 主要就得用弯火烤 一不起火 二呢 把油脂可以全靠出来 猪鼻子和猪尾巴的话 三种调料就可以了 自然 辣椒面 蜜汁的撒料 蜜汁料里边呢 有一几种料 烤完了 鞋 烤块 给劲儿 给劲儿 吃饱 我觉得这个老板吧 每一样做的都很用心 吃的话是没有一丁点的 这种咸味的 而且烤的这个功夫 真的是特别的到位 你吃上去一点都不会有 老的肉的这种柴的感觉 我们是上学的时候就认识了 同学 中期以前小时候很棒的 年高马大壮 以前怎么说呢 浪虎 年轻气盛嘛 是吧 然后又比较仗义 中间有一点点小失误 有一点点污入歧途 就 原先不怎么好 原先就很调皮捣蛋 打架 经常打架 就小活活 但是那你说我要变好了 不能一锤子买卖把我打死吧 我要去杨家糊口 我要去做该做的事 走正经的路 可以被原谅吧 是不是 先你把猪鼻子和猪尾巴拿下去 赶紧穿出来 要去杨家糊口 把我木给你埋环 明天我给你补上 就是说你给我埋环 你又管他鞋子清理 不是 我给你埋环笼 人的转变可能真的是一瞬间 就自己想通了 开店前的半年 不玩了 我得干点事了 现在很好了 真的很好了 现在有点激动 没想到我自己弄法权的 说一个 就有点激动了 现在就是做得这么好 我们都很为他开心 现在唯一替他着急的就是 还没有女朋友 希望可以见婚也能 叫我小嫂子 好吗 好吗 好吗